首先我们来看到美股多头气盛 上周五大涨将近200点 也让市场上面非常乐观 来看待台股接棒表现 投资专家包括宜方国还有初香生 都是非常乐观 预期台股渴望挑战前波高点 8476点还有8500点的双重关卡 其中来看到苹果概念股 还有中小型股其实都是关注焦点 美股气势如虹 道琼上周五收盘大涨近200点 台股新挂牌股 近期也是飙涨走势 加上正值集团投信年底作战高峰 三大利多一起报到 投资专家离方国楚祥生 都乐观看待台股 预期在美股涨势推波助燃之下 挑战前波高点8476点 以及8500点的双重关卡 可持续关注苹果概念股 后市行情表现 多头大军先关注近期新挂牌股 齐阳飙涨138% F立峰也有107% 雄师、士德、桑枝器 涨幅都超过八成 另外银帮、长元科、凯撒位 也有五成以上 虽然台股短多气势强 不过还是要关注周三即将登场的 证交税调降修法 根据行政院版本 券商因全证造势衍生的避险交易税率 将从现行的千分之三降到千分之一 期间五年 渴望获得多数立委支持 立委罗密财版本 直接将所有证交税税率 一律从现行的千分之三降到千分之二 卢秀燕版本则是改采弹性浮动税率 最低不得少于千分之一 最高不得超过千分之三 财经部会担心 插江走火 万一变成全面调降征销税 那么税收损失 可能就不是只有几亿元的问题 多财新闻最后报道